男的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知道 第二天早上起来穿裤子的时候 当时就铁姑娘了 坐的这个炕头 我们那会儿都是大铺炕 坐的炕头 都是含着眼泪坐在那犯愁 穿这裤子 你说怎么穿 穿那就自发的叫唤 这么一下子再穿上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妙姐 今天的主任公呢 是一位让我非常敬佩的老大姐 北京山姐 16岁还是风华正茂的年龄 身患心脏病 但却响应号召 毅然去了东北兵团 在那里 山姐都经历了什么呢 那时的年轻姑娘的偶像 又是谁呢 来咱听山姐说说吧 小孩都挺大的了吧 一个 我们那边人不是前世吗 今天早上不在一块 不在一块 他在离着我倒不远 那还行 离着我不远 还能照顾一下 当时我尽量不用他 尽量 因为他也有事业 到咱们这岁时候能自己独立的 就自己独立 到老了最后 没有办法的时候 那就没辙了 是吧 现在我就是能能自己就自己尽量不找不给他找事 这也给也是储存着吧 到最后用 你那代人本身就独立 独立精神比较强 对 是吧 能小就走了 对 十六岁 十六岁吗 十六岁 那不按现在来说还是孩子呢 对呀 对呀 其实现在想起来 可是那时候不觉得自己 不觉得 不觉得 就觉得反正我们主要是赶在那时代 那个时代 而且又加上咱们这种人吧 是属于是什么样 不甘心落后 对 不甘心落后 过去的人都那样 对 其实我跟你讲 我爸在那个下乡走的时候 真的查出来是心脏有毛病的 是可以不走的 完全可以不走的 对 他属于有杂音 哦 一查 查完了以后 后来那个 不让走 人家那也不让什么 可是我那个时候是属于是特别的 怎么说呀 我那个视频里边也讲过 我们下乡劳动六九届 其实就上了一年半的 学 完了下乡劳动啊 什么反正跟同学啊 摆一块都特别的什么 那会儿也算一个叫什么 排文阁 排文阁的人 过去熏陶的是什么呀 你到看劲上了 人家都走 你不走 那叫什么呀 不是还有 有那么一句话 什么 行动的矮子 语言的巨人 那什么 那会儿不是就说这 所以我是绝对不能干这个的 哎呦 哭着喊着都要走 要走 所以我去了以后你说我之所以受这么多的苦也好累也好 我无怨无悔 因为我自己选择的 对 那你你怎么办 真是 是不是 所以去了以后因为我属于是那种情况下去的 说去呃什么良心话 那儿的当地的人对我还是挺重要的 哦 你知道吗 属于是这种 你为什么受那么多苦啊 就是因为那时候 呃现在的话就是给你架在那儿了 你不能不去往前冲 对 是吧 我们那锅人是什么呀 一块去了240多人了 我们学校 您那批 对呀 就到我们那连队 其实相对又说起来我们那个连队呀 要比较起来 条件环境和他们其他的就说的那坚固先创的创业的那那个条件要好得多 哦 他属于老地儿 就是属于老的自然屯 但是去了以后啊 怎么说呢 你毕竟咱们是城里的孩子 对 去了以后你去接触一个是环境 再一个工作 你你你也都是先生 而且又加上都十几岁的小孩啊 啊再加上我这一个属于是特出什么原因啊 我们去了一个240个人啊 当时我们是三孩师父 正在总介 哦 这帮孩子去了以后都孩子 你想想 没想到去了以后就是 呃怎么说呢 跟那个就是他们那会去了好多那个军人 跟那个军人给人军人家属去送牛奶呀 送什么的呀 对 你想咱北京的孩子哪干过那种第三下事的事啊 完了那帮军人又特横 哎 挺无理的 这帮买的就急了 急了 有一天夜里在他们那个 就是开会回来的时候 可能是就有几个挣六弯呢 哟 你看 就说啊 说那那那那个什么什么 那个所长什么过来了 他把人家这几个人上一下扑倒了 把人所长给打了 这么一打了以后啊 这个这个所长上师部就研究了 本来想把这些人呢就安排到师部 就是见师部这么一个大的一个那什么 啪一下子全都分走了 分到哪去了 新包岛 当时正是69年 哦 大账吗 特别艰苦的地儿都给他们下报了 就给我们留了七个人 哦 但是因为我是那种情报下下的香呀 所以他他人对我呢还算是什么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到那去以后呢 七个人留了七个人 七个人有七个人的位子 有什么在那个机务的 有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卫生室的 嗯 我告诉他 唯独我培养的就是一个培养的什么 这算是一个苗子似的 所以我吃的苦为什么多就在这 就下的农工牌 一直就跟咱们一个小青年下的农工牌 跟农民在一块 你想想你能你能比得了吗 而且你还得干得头了 你本身就不会你怎么干得头了 那你肯定就要比人家时间长 比人有事 是吧 但是所以那个老乡确实还是不错 你比如说一人分一条笼 他知道你不会 或者什么 你这铲着铲着地 他到头了给你铲一股笼 他你铲在这儿了 头了死 他给你铲了 就挺高兴 挺好的 帮助一下 帮助一下 还不错 老乡我们现在还有联系 那当地的老乡 我们现在都特别 但是不管怎么说 是经历的那个艰苦的那个 那个环境 人家他们也觉得农民 确实挺苦的 你像冬天我们经历的这些事 因为我在那儿去的时候 你想这情况吧 就是一个铁姑娘牌 铁姑娘 对呀 那时候我们的偶像是谁 你知道吗 郭宋莲 对 雪大寨 雪大寨 对呀 所以说 与天斗其乐无穷 与地斗其乐无穷 对 你想想都是这种 哎呦 就是别提了 我记得最清楚的 有一年的那个 那可能是70年 70年 烙了 烙了以后 这小麦收不上来 一直就没收上来 没收上来呢 其实都到10月份了 90月份了 那时候的人呢 比较多 哎 要颗粒归仓 你说你 现在想 这不是特愚蠢的人吗 都黑了那种 卖 卖头子 对 在水里泡着 对 10月份 你说 让我带着一帮人 去什么 当时我们是 归的是 我们旁边是一个十八团 十八团 归了人家师部 不要你了 不要你了 就把这个整个连队 也归得人家十八团了 嗯 归得十八团 十八团呢 他就统筹安排 安排 哎 哪呢 就是人员 就像一个大会战似的 就是个个连抽人 哎 去去去 上那个什么 龙口夺梁 嗯 去抢这点小麦碎 一人发一小口诊 底下是水啊 汤着水 哎 要不刚才你说你姐姐那什么 我们都经历过 老毛用 经历过 嗯 发一小口袋 干嘛 底下水啊 那时候个儿也不高 就就挂到这个脖子这儿 给你一个小镰刀 这么一 一一格你小麦碎 放在那小镰刀里头 你说你弄回来 现在想 他都发了霉的 有什么用啊 但是他要有走那个 走的那个形式 没办法 但是这帮人受的罪可难 对 你想我们那时候 七几年 谁有几条裤子 有两条裤子的人 就就转自负责 护育的了 都是一条裤子 两条裤子 哎 顶多两条裤子 换着 对 哎 我们去了以后呢 你带着去了以后 那会儿他就已经有冰茬了 就是下的那个水里头 嗯 已经有冰茬了 冰茬下去 你想这个十月份 再加上小风收收 哎呀 这个接了水 接触了水了以后 你这个腿上来以后 这风一吹 就那种泵瓷 知道吗 有没有过这经历 有 就是过去冬天 手扇了 没错 都泵瓷了 我们的腿啊 全都是小口子 哎呦 全是小口子 疼的你啊 到白天干活的时候不行 因为你在水里套着呢 你没有知觉 一回去 没有知觉 你上来以后 这个风一吹 那个时候呢 疼得你腿腿 真的是要的 对 那你没办法 晚上这一去 就是西雨天 晚上回来 就是甜不两口 就赶紧就睡觉了 那就是个困难 最苦的 最困难 最神的时候 难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你知道 嗯 第二天早上起来 穿裤子的时候 哎呦 哦 你这穿裤子 那裤子呀 它不干 都带着冰茬了 可是你要 你这个 今天的这裤子 有泥啊 你也一定要 给它涮上 又晾上了 昨天那还没干呢 还带着冰茬呢 你要把这裤子 要穿上 我 每天早晨 我们是 我去了 我带着去了 有七八个 那个姑娘吧 我们当时 叫铁姑娘了 坐的这个 这个炕头 我们那会儿 都是大铺炕 嗯 坐的炕头 都是含着眼泪 坐在那犯愁 穿这裤子 你说怎么穿 穿呢 就自哇的叫 这么一下子 再穿上 当时我就 后来我就说 我说咱们这样 坐在这儿 我喊一二三 都一块穿 我们就这么着 每天早上 我喊一二三 我当时还说了一句 不好听的 我说谁不穿谁 这个 完了 一二三 这才能把裤子穿 穿不上呢 穿不上 你没有那个决心 疼啊 真疼啊 疼的都 他那个疼啊 疼的是钻心的 能体会到 哎呦 可以说 我跟你讲 虽然时间不长 有这么几天 但是他给我终身 就留下了这么一个 就是永远忘不了的 我这 这个 受到这个罪 受到这个罪 啊 真的 就是这个是 罪什么的一个 还有刚一去的时候 那就是填活了 填活是怎么样 去产地 就这个季节 产地 我们刚一接触啊 因为我不一直 我就说 就跟农工牌在一块 跟农工牌呢 还还去了以后 那一项 他们就拿咱们这个 北京去的 北京之青 确实挺高看的 还让我当个牌长 完了 领导的农民 你想想 当地的老职工 你想想 咱们一个16岁的孩子 又没有工作经验 但是又没有生活经验 又没有农活经验 但是人家重用你 对 所以你就得和他 打成一片 那时候不就接受 平下中的要义 对 你看 知青这代人呢 是让人非常敬佩的一代人 他们经历了太多的坎坷 也承担了太多的责任 更补偿了太多的苦难 山姐还有哪些感人的故事 回城后又有什么经历 我们将在下期继续播出 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我是北京妙姐 咱们下期再见